噓,不要告诉他们,我要在这里假装人机 你们记得吧,这里一般都会有个金克斯 靠近它会出现焦台 今天我就来假扮骗一下他们 过了更逼真一点,我要一直点击这个表情 来人了来人了 他看到了我,倒是自豪没察觉出来我是假的 他来了,他来了 还是没发现 水水走了,太逗了 我好后悔,为啥不拿一把枪 但要是拿枪容易暴露 他又来了,兄弟们 干啥呀你 完了,他是想找那个焦台按键 过来的去 他靠近我半天没发现有焦台按键 然后尝试打了几枪 你看,把我打了之后一脸懵逼的样子 下次我一定要拿一把枪 落地给我点装备 发现空头的争夺异常激烈 我呢,应该可以投一手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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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把我倒手的肉给吃了 这你能忍 答答 当然不能 开上车就是找他 瞧我人头者 虽远必助 不在这个房区 外面的车是谁的 好吧 找到就算了 这里也去有人 我正在对一个盒子 他敢出来拿 我当场抓获他 逮捕一个 让我没想到的是 在这个人的后面 还有一个 我一开箭 看一眼就被一枪爆头 这就奇怪了 你为什么不打他呢 难道是个顶级老六 连那个人都不知道 他的存在 再想佩服 这局 我教你们如何 打下浮空岛 落地有枪 先追灭枪的打 打了以后 可以去边缘的石头一人 这是最稳的打法 绕着浮空岛边缘 走一圈 你总会硬到人的 但是我一般都喜欢 直接出击 这个人听了我的脚步声 必须斩草除根 搅换三只头一个 进牢里面 倒一个 先不人 他队友在这里面 我的天 三个人 打下一个 风断赶紧换位置 这个位置不好 好 好 外面来了个M4帮忙 里面的敌人正是朋友 谢谢大哥 分头我先收下了 先出去 看似天降神龙 实则落地成河 听到里面打得很激烈 二话不说再次进去 诱导一个直接补 其实我的队友在我脚下被击倒 其他队友离他比较远 作为一个好队友 必须果断放弃人头 跳下去拯救他 我带着药包来啦 你的救星从天而降 好像误会了 他是自己摔死然后下去的 好吧 尴尬了 这个房区有人 倒了 应该是一起下来的 一下来就被我们带住 也是够倒霉的 我又上去了一趟 这个二号被怪物纠缠上了 有敌人到近点泰雾的雨中 我一发高射炮 将敌人炸到三米高 然后二号就叽叽了 接下来就是血的教训 我这个英雄和对面这个英雄 打这种掩体战是很吃亏的 尽管我的走位很好 但我的攻击方式是精准的伤害 而它是半位伤害 我吃亏吃大了 下来后我就跳到水塔上面一攀 一旦圈刷过来 我立马买两个盾 封住开始自闭 队友在上面房区被打 我过不去呀 这掉血速度 跑上去人就没了 并且我还看到那个房区也蛮多 看看他们是否要打这个野点 敢打我就阴死他们 他们遭到另一队的猛烈攻击 打个好呀 给我使劲打 我这个运气还要受不太行 全最终还是离我而去 直接下去就行 听说现在不管从多高的地方下去 都不会摔血 你看 这么高就刷了一点点血 这个房区有些端移 外面有盾 证明里面有人 但是我又没有听到脚步声 说明了什么呢 嗯 说明人可能在三层楼 一枪头 果然在这 跳下来了 他还挺聪明 难搞哦 头疼哦 给他拿一颗雷 丢得有点快 我听到他脚步声朝我靠近 看来这位兄弟也是性情中人 我给他一颗雷 他请还给我两三颗 都是自家人 何必那么客气 跳下来相当于卡住我进圈的路线 这个圈怎么进圈 要车没车 拼一下吧 总不能被堵死 别看 秒杀 我几乎一枪没空 他也一枪不空 就是没打过 我只敲了一枪头 唉 好啦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